你 你都烧成这样了 等我给人考试 考糊涂怎么办 你要是静我一下 我说不定立马就好了 怎么了 我发烧好了 三十九度三 你昨晚上干吗去了 走 去医院 可是这份的补格还要去 你都烧成这样了 等我给人考试 考糊涂怎么办 你要是静我一下 我说不定立马就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嬉皮笑脸呢 老实待着 把药吃了 感觉怎么样 还行 补格来不及了 你 你带我去 你带我去 这个时候不去医院 去补考 你疯了吧 我去吗 我求你 带我去吗 不可能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 你疯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想去医院 的事 我算是 你儿子 你不会 你不可能 反正也没练过 别走 松开 不是还有半个小时吗 我去洗个手怎么了 可是 我们一次都没练过啊 你真的能行吗 放心吧 就伴奏来说 还是我比较在啊 你 吃完要好点了吗 好点 不用那么紧张 这种程度的考试 很轻松就过了 那是对你 你这种不用努力 就可以得到 好成绩的天才 根本就不懂 我们这些人这种 紧张的心情 我从三岁就开始 学钢琴和小地形 尤其是小地形 我知道上大学之前 还每天都 没日没夜地练习 其实对于我来说 钢琴和小地形 并没什么两样 如果非要说 有区别的话 可能就是我的钢琴 还没那么拿手吧 听你这话说 到底想说什么 直接说行不行 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的梦想 既不是小地形 也不是钢琴 而是指挥 但是和你一样 我学了这么久 也还是我感到紧张不安的 也还是我感到紧张不安的 但是我会配合给你看 创作这首《春》的时候 贝多芬一直受困于 日益弱化的听力 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音乐 其实不止如此 他其实以更加惊人的意志力 创作出了这首 极其幸福的乐曲 《冬去春来》 我的春天也能来吗 《冬去春》 这一项 原来也是个风景 不过对于我来说 游刃有余 这就是那个吗 闪耀着青春的喜悦和烦恼 真好听 秦芬同学 虽然你演奏得也是纯 但是感觉很不一样 钢琴也很不错 居然能配上那种节奏 看来你们练了一段时间了吧 秦芬同学 你合格了 我怎么看着我合格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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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方九窝 你来也就算了 你怎么也来了 师哥不要客气 我爸一听到方九窝 为了帮我考试而生病了 他就准备了好多好多菜给我们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在跟你客气 请爸爸做做饭最好吃的 比那也很好吃 谁心想跟他比 想吃就吃 我爸随时都能做 你们俩来也就算了 怎么还给我整一孩子来 你全家都是孩子 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人 他 他也是我们学校学生 只不过没地方去 先在我们这里暂时收留一下 怎么不收留到你家去 我们刚去放晓卧家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一点都不想进去 也是 忽略这种情况 我在怎么了 你家不去 我家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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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不忍往吗 你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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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等 等 好 来 来 来 你先动一下 好 来 来 来 一起 一起 等一下 来 这边 别光顾着玩游戏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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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去 回去 你动 我动 我动 这边 那边 那边 这边 那边 那边 这边 这边 我疯了 吃着呢 来来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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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左转 左 左 左 来 一 二 三 来 怎么回事 这跟你玩都不如跟我爸爸 是 你先死了好不好 师哥 你之后 还有转指挥系吗 我当然想转系了 但如果费大师 一直不让你转系怎么办 你是不是毕业之后 就要出国 出国 为什么要出国 为什么要出国 你傻呀 他这么厉害的人 当然要出国留学啊 而且如果要找到 像费大师这么厉害的指挥 来教他的话 那一定要在世界上去寻找嘛 我不出国 在国内也一样学指挥 大不了换个学校考研呗 不出国 那太好了 可是我本来是想 如果你真的转系成功的话 那就可以来当我们 S团指挥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 这样不是很好嘛 就你们S团那帮草台班子 估计水平都跟你一样 不去也罢 说谁草台班子啊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你以后说话 可以不要这么恶毒嘛 那我说得不对吗 我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不转系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只能 在我们学校再待一年了 一年 如果不转系的话 你只能待一年啊 那我不行啊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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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郑重警告你们两个 尤其是你 以后不许踏进我家半步 可是我们不是说 好像要一起吃火锅了吗 对啊 许霄 你这人怎么翻脸 比翻书还快啊 我们干部都好好的嘛 你干嘛这样子 对啊 明天我还可以来 等一下 真言 你洗澡 我也不会看你的啊 差点把他给忘了 你这人怎么这么冷血啊 这是孩子 你要原来住一晚上走啊 孩子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我不是小孩 不用你们敢 我自己能走 你别这么走啊 你就住他这儿 他这儿可以住 他这儿其实很好的 你住我那儿也行啊 你 你别让他走 你 你真言 李心言 我在同学家呢 姐啊 我想退学 不是 我完全没有冲动 明明是你们一直觉得我小 还给我棒棒糖 你真拿我当小孩了 而且我完全不后悔 我在A团闯的祸 我就是让他们知道 我的实力远远不止于此 喂 我是钢筋系的李真言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收留他 明天过来取人 走吧 是可杀不可辱 我不去 你以为是勤奋教的吧 反正我就是不去 沙发睡不睡 行 你回来了 这家伙还挺有意思的 如果真的退学了 还挺可惜的 还挺可惜的